现在我们来到了本月焦点 这一期的主题是 日本の寿司屋へようこそ 欢迎来到日本的寿司店的意思 那在寿司店,点餐啊 还有选一些想吃的菜单以外 我们今天就有这个机会 好好地学会一些寿司的种类好吗 这里有提到很多的图案 那你有一些可能看得懂 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嘛 那会懂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开始 而且我解释这些食材的时候 同时也留意到它咬起来的口感 口味是怎么样子的 简单说明一下 好,鼓励大家看着这个图案 来学习单子哦 好,从一号开始 第一个 engawa engawa 明目鱼边 那这个engawa 鱼边 常常会在 回转寿司店看到吗 但是我的感觉上 在台湾的 那些回转寿司店吃的 跟日本的鱼市场卖的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哦 真的咬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那是什么样的口感呢 コリコリしています コリコリしています 它就是咬起来会有 弹Q的口感 コリコリしている コリコリ跟一些 像你吃虾子的时候的 弹Q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コリコリ的话 咬起来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硬 有一种硬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会说 コリコリする 那像是后面出现的 一些贝类的有没有 像是10号的螺螺丸 还有9号的火炭 三贝的时候 咬起来的感觉 等一下 火炭不会有这个感觉 应该是粒改 螺螺才有的 有一点硬硬的感觉 这个就是コリコリ 可以吗 记得吗 然后呢 engawa的话 还有 油 脂がたくさんのっています 脂がのっています 脂がのる 意思就是 它的油脂很多 不是油腻的表达方式 脂がのる 就是它的肉 好像是那种 双酱的感觉 就是很多油脂 但不是吃腻的那种油 好 那再来よ anago anago 心慢 anago anagoは 醤油の タレを 塗って 食べることが 多いです 听得懂吗 醤油のタレ 酱油的 酱汁 塗って 涂上去 食べることが 多いです 常常会 这样吃 好 再来よ tako tako 醤油 大家一定 很熟悉的 takoは 焼いて 食べ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し 生で 食べ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 大家 听得懂吗 对 醤油的话 有时会 烧 来吃 有时会 生 魚 来 吃 对 takoは 焼いて 食べ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 そして 生で 食べ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 takoの 食べた漢字も やはり 少し コリコリ しています コリコリ しています 对 跟前面 縁側 的时候 出现了一样 コリコリ的口感 好 再来よ かつ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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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煎鱼 大家会 吃 かつお 的生育片吗 かつお は 高知県の かつお が 有名 です ただ 高知 县 的 かつお 最有名 かつお の 刺身 を 炙って から 切って 食べます 炙って 炙って 就是 至少 炙ります 在 5号 炙り サーモン 出现 那边 出现 的 男子 一样 炙ります そして ネギや ニンニク 塩を つけて 食べます ネギ 葱 ニンニク 蒜 再来 塩を つけて 食べます 就是 放一点 盐巴 来吃 就是 一个 他们那边的 传统 吃法 好 再来 炙り サーモン 炙り サーモン 炙燒 的时候 会说 アブリ 什么什么 最有名 的是 アブリ サム 除了 这个以外 还有一大堆 的 アブリ 什么什么的 菜单 在 回转说 四点 有时看到 至少派对 那 会看到 アブリ ザンマイ アブリ ザンマイ ザンマイ就是 就是 满满的 什么 的意思 从头到尾 都是怎么样 的那种意思 好 再来 サーモン 鲑鱼 这个不用再说了 下一个 オニオンサーモン オニオンサーモン オニオンサーモンは サーモンの上に スライスオニオンと マヨネーズが 乗っています リナのマ スライスオニオン 就是 那个 切 なんだろうね あれね あの 切 薄片 的 オニオン オニオン 就是 洋葱 那 再来 マヨネーズが 乗っています 还有 美大酢 下一个 イワシ イワシ サーモン 大家 在 台湾 常吃到 イワシ 吗 有可能 比较 不常吃 特别是 那种 可以生吃的 イワシ 但是在日本的话 特别是 夏季的时候 非常的多 而且是 スッゴイ美味し 所以 如果你有 机会看到的话 一定吃看看 那 我教你 一个句子 イワシ イワシは 手で 開くことが できます イワシは 手で 開くことが できます 什么意思 手で 開く 用手 来 開 我说的 開く 通常把一条鱼 中间用刀子 来把它切开来 对吗 那这个动作 イワシ的话 イワシ的话 它的肉 跟骨头 是非常的软 所以 也可以用 手指头 来 拨开 很有意思 好 再来 火タ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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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香 贝 它的 正式名称叫做 火タテ ガイ 火タテ ガイ OK 火タテは 焼いても 生でも 美味し 烧的 也是 生的 也是 都很好吃 我刚刚 说的意思 是这样子 下一个 ツブガ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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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ツブガイ的口感 是怎么样 记得吗 腹起一字 コリコリ しています ツブガイ は コリコリ しています 可以吗 好 下一个 エビチーズ エビチーズ エビ 就是 鲜虾 再来 チーズ 加个 チース 就这样子 エビ 好 下一个 12个 エビ 这个鲜虾 但是 虾子 也有分 不同种类 对吗 在寿司店 常看到的 エビ 有哪些呢 例如 最小的 神词的 アマエビ 有听过吗 アマエビ 就是 甜的 甜虾 再来 另外 也常看到的是 叫做 ボタンエ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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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在 北海道的话 我建议大家 可以吃看看 ブドウエ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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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ボタンエビ 长得很像 但是颜色 有一点不一样 那也是 蛮大致的 很好吃 好 下一个 好吗 好 来到了 这一页 还有很多 サ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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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多 它也是 可以 生吃是可以 不过呢 平常 就是加个 醋 还有其他的调味料 来腌制过的 比较多 那个叫做什么呢 シメサバ 对 它不是鱼的种类哦 是料理的做法 所以吃起来酸的 好 下一个 マグロ 大家都很熟悉的 鱼的种类嘛 在日本 最高级的就是 本マグロ 本マグロ 对 前面加个 本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多种的 マグロ的名称 好 下一个 オトロチュートロ 15跟16 它是 这个腹肉 所谓的那种 那种 鱼肚的部分 然后它的油脂的量 多 还是少 就分 オトロチュートロ 当然一般来说 オトロ是比较高级的 好 再来有 イクラ イクラ イクラ就是鲑鱼卵 イクラ イクラは プチプチ していますね プチプチ している 它是 有弹性 又是 咬起来 会有 那个 里面的 它的汁 会流出来 这个口感 就是 プチプチ 对 吃一些 什么 鱼卵的时候 的形容方式 好 最后 ウニ 海蛋 ウニ 海蛋 再来 タマゴ タマゴ 就是所谓的 鱼子 燒 煎蛋 的部分 虽然 タマゴ 是 鸡蛋 的意思 不过 在 寿司店 说 タマゴ 的话 那就是 这个 鱼子 燒 再来 カンパチ カンパチ 对 長 騎士 就是 カンパチ 再来 ヒラメ 比目鱼 比目鱼 ヒラメの 味は どうですか 它的味道 是 怎么样子 呢 淡白 な味 です 比较 清淡 一点 的 味道 最后一个 アジ 竹家鱼 アジは 刺身 でも美味しいし アジフライ 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ね アジフライ 就是 炸 竹家鱼 日本的话 特别是海港 那边的 那边的餐厅 卖的 アジフライ 是 平常 吃不到的 真的非常的美味 咬起来的口感就是 ふわふわです ふわふわ 非常的松软 那种感觉 可以试试看 好的 那 以上就是这个 本月焦点 里面的 单字练习